对了澳洲媒体报道自称是共谍的中国籍男子王立强指控 受到了国民党的副秘书长蔡正元 以及一位中国的孙姓商人威胁一事 法务部证实了澳洲警方确实在一月初的时候 透过了司法管道来查蔡正元的身份 不过蔡正元在今天上午出面指控 其实民进党大佬邱毅仁才是幕后黑手 对此民进党不但是重炮反击 邱毅仁也发出了声明回应 一切子虚乌有将保留法律追溯权 确实是一个天大地大的国际丑闻 痛批蔡正元对于共谍案的不实指控 根本是国际丑闻 民进党中央全力回击 拿出通讯软体对话记录 对比蔡正元的大头贴完全一模一样 专闻从打脸指控蔡正元才是实际接触王立强的人 针对蔡正元翻药民进党大佬邱毅仁是共谍案的幕后黑手邱毅仁也发出面回应 邱毅仁强调生平从未进入过澳洲 国民党近期的造谣意测全部都是此需无有将保留法律权益 律云炮火猛烈不过法务部也证实澳洲警方确实接获王立强报案 指控遭到恐吓并且已经向我方查证蔡正元的个人资料 王立强先生在澳洲向警方来报案 说他被蔡正元还有另外一个人士所恐吓 那澳洲警方向我们这边求证蔡正元先生的身份 这边有答复给澳洲警方 选战进入关键时刻 王立强共谍案意外演变成蓝绿护药也再度引起外界关注 记者凌晨杰陈紫阳刘宇俊说明台北报导